我现在是在越南湖之民 这里是温林会馆 现在在温林会馆的前方 在这边是有放生池 来看一下 非常多的乌龟 哇 这里面的水都是绿色的了 有好多巴西龟 跟我们中国那边养的宠物龟差不多 巴西龟 中国龙 刚刚我们在停车的时候 那一位大姐还直接用广东话跟我们讲 说可以把车停在这旁边 这里低岸就属于很多华人居住的地方 就这里啊 对啊 因为胡志明 低岸 低岸观音庙 他们说胡志明有50万华人 几乎都住在低岸地区 那就在这里了 你看写着低岸观音庙 嗯 这个温林会馆呢也叫做低岸观音庙 它下面有一排小字 那现在呢进入这里面呢 去参观一下 走吧 嗯 嗯 嗯 温林会馆 对 眼背参观 嗯 哇 来看一下 这对狮子 雕刻的好精致啊 这座温林会馆呢是胡志明市华人最古老的庙宇之一 在2002年12月 在2002年12月 越南文化部 颁发决定书 公认福建温林会馆 观音庙为国家 及历史文化艺术建筑一记 它这边呢还有公告书 请不要在本庙呢 点上各类大香 只点上细香 5个大香炉 每个香炉呢 只上一支细香 大香汁请带回家点 这座温林会馆呢 它是建于1740年的青乾隆年 这里面的木雕还有石刻呢 都是带有福建风格的 是福建语系的华人移民至越南的低岸区之后 照顾到要满足信仰的需求 建起了这一座会馆 之前呢是供奉天后圣母 后来呢又供奉观音娘娘 现在呢来大体的浏览一下 嗯 细香 它这里只能烧细香 This is video take pictures 好 一把香 好 可以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面还是蛮大的 你要搬哪一个你可以搬好几个 可以啊 自己带跟最前空有蛮大 六馬大臣 這樣把它吃一吃嗎 這麼動啊 チャ喉大哥 阿華阿華 我們請一餐 對當中 一餐巳 我們MAN copied我們 我們離現在 我們是 我們他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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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走着的这个地方呢 是胡志明市最大的华人聚集地 是低暗社区 那这里写着五福临门 那这一家肯定是华人吗 随时可见的汉字 到处可以听得到广东话 和福建话 那现在这个目的地呢 是去天后宫 你看到处都有啊 你看 对啊 你看 叫赵光复书店 经营各种学生文具 纪念品 字典 杂志 水晶 鞋店 看到没有 天城 要行 这边刚好遇到学生放学 然后这边非常的热闹 应该就是一个学校的出口 终于到了四百多年的天后宫 真的是非常的古老 在这边进去 哇 这一个建筑才古老啊 而且上面的装饰 非常的精细 哇 你看这里的木雕 还有石刻 都是非常精细的 可以说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特别是在这个门梁上方的 这个呢 应该是木头雕刻的 木雕 碎城会馆 哇 你看它这个石雕 确实是雕得非常的精细 现在呢进入这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会馆呢 要比刚刚那个大一点哦 天后宫 对啊 你看你看 哇 简直就是艺术精品啊 简直就是艺术精品啊 这么稀剛才议尽厂表六个重ading 一个长ousingрос Know 鉄牙的工作 的风格 或者新的那场 議门 研究 为何很厚岁 Koh 大呢 sono 就是捐5万块都可以上 哦 就是5万月币 不行捐十几二十块人家都会是写上面的 对啊 你看他这些名字都是中文名字 对 也有外国人的名字 呃 也有 你看这这个呢就是 没有日本人的名字 泰文哦 不是不是就是越南文的名字 越南文 哦 你看 吴子健 冯依纯 对啊 这里还专门标明香港 你看他这个木雕 你看到现在还保存这么完好 400多年的历史 哦 你看 他每一个部位都是保存的非常好 火灵活现的艺术精品 嗯 嗯 嗯 哎呀 你咬的 啊 老天 哦 你看刚刚呢他们就是献了功德之后 他就是有这个箱 就可以挂上去 然后 上面那张纸呢 可能就是写着 呃 就是献功德的人的名字 还有他们的心愿 就可以挂在这上方 然后这个一圈一圈的呢 事实上呢就是一柱箱 非常长的箱 你看刚刚又挂上去了 这些箱子 就像在这儿一面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 很终于 这些东西 它是有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 咖啥 嗯 这些东西 的东西 就像中西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像中西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边就是胡志明第一岸天后宫 我是一游戏的俊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